在自然風乾之後 接下來就要進行我們格蘭式染色的步驟 跟上週一樣的步驟 我們先過火 教科書都告訴我們過火有幾個功用 第一個殺死微生物 第二個 將微生物固定在撥片上 記得在實驗室使用酒精燈 就要小心 不要讓身體的衣服或頭髮燒掉 切記在上面不要停留太久 以免玻璃破裂 就這樣子稍微過火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桌面上 為了拍攝方便 阿遠準備一張白紙 其實這時候 等它稍微冷卻一下 按照 操作方法 第一個我們使用Crystal Violet 手冊告訴我們 加上 這個至少要等一分鐘 那阿遠的建議是 我們等兩分鐘好了 那加的時候請注意 拿起來 滴下去 誒 因為這邊紙張有點斜 好 不要讓它碰下去 好 加的時候呢 滴管不要碰到玻璃 微微的滴沒關係 萬一 爬的方向跟你想不一樣 再加一滴也沒關係 好 因為之前發生一個情況就是 似乎有操作的人員 把 這一個紫色的容易 到時候回去 造成我們整罐裡面都有 不明物體 看起來像酵母菌的東西 好 根據手冊停留一分鐘 那阿遠為了加速 我們先使用剛才已經染色好的 好 這邊阿遠已經先預備做好 這樣子拍攝進度才會快 好 這個已經 染色經過適當的時間 好 接下來第二步驟 使用 清水 加以清洗 每一組 我們會發給一個燒杯 還有一個夾子 會有一罐蒸餾水 好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清洗 清洗 清洗的時候 微微的沖洗 不需要太大力 好 這時候我們看到滴下來的沖洗液 已經沒有顏色了 好 就可以稍微暫停 加上我們的點液 好 我們讓鏡頭看一下 我們剛才微微的燃燒 其實已經固定上去 所以其實它會看得到這個 好 再來加上我們點液 點液是這個 一樣 像剛才的區域做一個覆蓋 那就像教科書提到的 我們使用點液是為 強化它的染色 一樣的原則 我們在加的時候 不要碰到玻璃壁 你可以多滴幾滴 好 這一塊 另外呢 教科書都告訴我們 只需要30秒 1分鐘 甚至2分鐘 但是阿元實測上 需要4分鐘 真的需要4分鐘 好 為了加快我們的教學攝影 阿元已經準備好另外一個 已經染色好的 這段呢 已經超過4分鐘了 好 那 等待4分鐘之後呢 我們把 好 接下來看這一段 喔 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用的是 95%的乙醇 來沖洗 來沖洗 好 這時候沖洗的時候呢 欸 各位有沒有看到 在沖洗的過程中 明明剛才都是點液對不對 結果呢 點液沖下來還會有 紫色的沖洗液 我們就慢慢沖 沖到紫色的部分不見 還有 還有 欸 我背景有點白色 這樣這個角度比較好看 好 一樣在用酒精沖的時候 一定小心不要 不要跟酒精溫混在一起 像我99今天就把它關掉 放在後面 好 OK 有沒有看到 我們背後本來寫的標記 還是不小心跑到背後去把它染掉的 好 那等一下我再標記一次 不要在背面 就是L 紅色L L E E 好 那沖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 翻紅的染色 那翻紅染色呢 欸我們讓鏡頭看一下 我換一面好了 欸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剛才的那個籤子筆 這邊已經有藍色 紫色的部分 紫色部分 那根據 教科書的說明呢 進行完這個步驟之後 格蘭式陽性 就是我們預測的這個 Lectococcus Lactis 它會產生藍黑色 抱歉 藍紫色 大散感菌呢 這時候它會被沖洗掉 所以是成透明無色狀態 各位其實可以這時候 稍微壓乾之後 拿去 顯微鏡 看400倍就好 不要看油鏡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在做 最後一道染色 好 接下來就加上 我們的染料 第三種染料 是這個 Safronin Safronin 中文叫做翻紅 是第三道染料 一樣 我們加一些些 好 為了加速我們的流程 我們就拿已經現成了來進行 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個 是已經 染色完畢的 這時候至少染一分鐘 那阿元建議會用兩分鐘 好 一樣拿上我們的夾子 好 這時候 可以進行壓乾 然後就進行我們的撥片檢查